大家好,我是单身朋友在中国的小慧。 女人第一次在车里发生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为此,我专门采访了五位有经验的女士, 我们一起来看看,她们都是怎么说的吧。 第一位杨媛媛,今年27岁了。 她说,那天晚上,我们俩一起去吃了火锅, 一口气吃到店里最后一个饼子, 那个味道真的是太棒了,辣得够味,热气腾腾的, 就像是冬天里一股热浪,真是热烈愉快的一餐。 饭后,她驾车送我回学校, 一般来说,我都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感觉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就像是她的联合驾驶员一样。 但是,那天她的电脑和一些别的东西, 在副驾驶的位置,我就挪到了后座。 我们一路上开怀畅聊, 光是这样,就感觉特别温馨。 到了学校,一般我们会坐在车里, 一直聊天聊到宿舍门禁前才各自回房, 但那天,她突然过来后面,陪我一起聊天。 聊着聊着,情不自禁就发生了关系。 你知道,我个子本来就挺高的, 那天还穿了一双席高跟, 坐在车里不光伸不开腿, 还得时刻担心鞋跟踢脏或者滑坏车内部。 甚至,我还特别怕不小心踹到她。 那天正值大冬天, 坐在皮质座椅上, 屁股和大腿一碰到座椅, 感觉真的是凉透了心。 空间的问题让我不得不换成跪着的姿势, 可能是因为这种突变的环境, 让我一时间没能够完全放松, 所以她觉得我格外紧, 她说她感觉特别爽。 但实际上, 我整个过程都在分心, 怕别人注意到, 我都不敢出太大声音。 可能是因为在校园里, 那种心跳的感觉特别强烈, 所以我觉得就像是狂风暴雨一样, 快速而又强烈。 那一次, 尽管有些混乱和不适, 但也有种特别的刺激感, 可能是这种与众不同的体验, 让我们两个都感觉很新鲜, 但说真的, 如果有下次, 我还是更喜欢在床上, 至少可以安心地舒展开, 不用担心这个, 担心那个, 可以全心全意地享受那份亲密和激情。 第二位, 丁倩倩, 今年25岁了, 她说, 那个时候, 我和男友刚刚确立了恋爱关系, 我们还没有发生过关系, 所以每个晚上, 我们就会在她的车里面坐着, 聊着各种各样的话题, 像是人生的理想, 未来的计划, 然后顺便偷偷亲亲嘴。 有一天, 我们两个人像往常一样, 坐在后排, 一边聊天, 一边亲亲, 可能是那天的月光特别美, 或者是因为我们的心情特别好, 总之, 我们就在那个时候开始互相温存起来, 那个时候, 我们的心情就像是一堆干柴, 只需要一点火花就能燃烧起来。 好在, 车里的空调刚好能提供一个适宜的环境, 让我们能够舒服地进行下去。 那时候已经是半夜两三点了, 周围几乎没有人, 所以我们并不怕被人发现。 虽然后排的空间相对较小, 所以我们的姿势也并不是那么的优雅, 但是我们还是成功地完成了。 那个时候, 我并没有感到很紧张, 反而感觉很好, 可能是因为那是我们的第一次, 所以给了我一种特别的感觉。 后来, 我和男友经常在车里进行这种活动, 每次都有那种特别的紧张和刺激感, 让我无法忘记。 每次我看到他的车, 都会想起我们在车里的那些时刻, 那些美好的记忆, 就像是一个永远也忘不了的梦。 第三位姜小雪, 今年三十岁了。 她说, 那个夏天的某个晚上, 我们两个人坐在一家小酒吧, 喝着清爽的啤酒, 就那么闲聊起来。 当然, 随着酒精的作用, 我们都有些酒醉了, 有些热血沸腾, 所以想找个乐子, 想找些刺激。 男友见我酒醉, 提一开车, 带我透透气, 于是我就坐上了她的车, 她在我来到附近的一个图书馆旁边, 把车停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 接着, 我们便转移到了后排, 打算在车里试一试。 刚开始时一切都很顺利, 然而在我们热热闹闹的过程中, 前方突然传来了一阵喧闹的声音。 看样子, 好像是一群人在外面吵闹, 我猜他们应该是喝醉了酒, 然后在外面闹事。 听到这种声音, 我心里不禁有些紧张, 因为我怕被人发现。 然而, 男友却很冷静, 他告诉我车窗是反光的, 外面的人看不到车里面的情况, 听他这么说, 我心里稍微安定了些。 然后我又坐回他的怀里, 我们继续亲吻, 那种激烈的吻 让我感到无比的快感, 吻着吻着, 终于, 我忍不住了。 他抱起我在他身上, 虽然在车里, 但是后排的空间还是很足够的, 我们俩在里面自由地欢愉。 完事后, 我们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若无其事地开车回家了。 但是, 回家后我还是一直在想, 那个停车的地方究竟有没有摄像头。 每当我想起那天的事, 心里总是有些小小的忐忑和好奇, 想知道我们当时的状况是否被摄像头捕捉到, 这种未知感让我既害怕又有些好奇。 总的来说, 那个夏天的晚上虽然有些冒险, 但是也充满了快乐和刺激, 我想我会一直记得的。 第四位杜婷婷, 今年31岁了, 她说, 说起这件事, 其实也挺有趣的, 那是我第一次在车里和男人发生关系, 当时一切都是很自然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者策略。 就是在我们在车里接吻的时候, 男朋友突然有了那种想法, 我们就把车停在一个相对隐蔽的地方, 然后转移到后排去。 当时虽然会感到有些累, 但是那种快乐和舒服的感觉, 是任何其他事情都无法比拟的。 在车里, 有种特别的刺激感, 尤其是在稍微有些紧张的时候, 那种心跳加速的感觉真的很刺激。 自从有了第一次后, 我们会选择那种人少的地方, 虽然空旷, 但也总是会有人路过, 车内拖个金光, 真的是很担心被别人发现。 但说实话, 虽然有点怕被发现, 但我还是特别喜欢做这件事。 另外,你有没有发现, 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 在车里进行这种活动都有一些小问题? 夏天的话, 可能会感觉特别热, 特别是在激烈的时候, 车内的温度简直就像是一个小烤箱, 让人忍不住想开车窗透透气。 而冬天的话, 车窗上会起雾, 不仅仅影响视线, 有时候甚至会让你担心外面的人 看得见车里的情况。 所以, 无论如何, 我们总是会留一个小窗口, 让新鲜空气进来, 同时也能确保一些私密性。 第五位马小梅, 今年33岁了, 她说, 那可真是一个让人 啼笑皆非的夜晚。 我记得那天夜里, 我们就这样闲闲地坐在车里, 我对她耳语了一句话, 也许是她误解了我的意思, 或者是她自己心里面痒痒的。 总之, 她一瞬间就亲上来了, 然后她的手就开始不安分了。 那时候正好是夏天, 天气热得让人难以忍受。 我穿的衣服也比较短, 没有什么遮挡。 这一切看似都是在引导我们往那个方向发展。 但说实话, 那个时候我真的很不舒服。 我并没有体验到所谓的刺激感, 反而觉得有些尴尬。 你可能不知道, 我有一米七二的身高, 腿还特别长, 这在平时看起来是一种优势, 但是在那个狭小的车内, 这简直就是一种麻烦。 因为空间的限制, 我根本就不能舒展开我的腿, 这让我感到非常的不舒服。 于是我就爬到驾驶位上, 我们把座椅调到最后。 那天晚上, 我记得后面的工地上有几辆卡车开来, 那车灯亮得特别刺眼。 我害怕被人发现, 所以每次看到车灯, 我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把自己藏起来。 我想, 如果真的想在车里做那件事情的话, 可能应该要买一辆内部空间大一点的车, 让我有足够的空间来舒展开我的腿。 但总的来说, 那次经历让我记忆深刻, 我想我可能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夜晚。 最后小慧觉得生活总是存在着那么一些微妙的瞬间, 让人在无奈和欢喜之间徘徊。 在车里发生关系, 也许对某些人来说, 是在爱情和生活的节奏中寻找一份刺激和乐趣。 然而, 越是刺激的事情, 越需要在心中留下一份警惕。 首先, 卫生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事项。 车内的环境远不如床单般的清洁, 因此, 必须在行动前后注意清理, 以保护双方的健康。 其次, 隐私的保护, 或许你会认为黑夜如木, 车窗如障, 足以遮住那些不该看的眼睛。 然而, 请无忘记, 一次的疏忽, 可能就会让你后悔终生。 那些难以言说的秘密, 就让它们留在自己的心中, 永远不要让它们成为别人的笑柄。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我讲的有点道理,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下去的最大动力。 谢谢大家, 我是单身朋友, 在中国的小慧。 大家好, 我是小慧, 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要分享给你们。 我想告诉你们, 我已经开通了会员视频频道, 我将在这里分享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分享我自己的故事。 欢迎大家订阅会员, 一同来分享这个旅程。 我会在会员频道定期更新专属视频, 让你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我, 了解我经历的故事。 你们的参与, 你们的订阅, 将是我继续前行的最大动力。 谢谢大家。 如何投稿给我? 如果你是手机用户, 打开视频下方的简介, 点击投稿链接。 如果你是非手机用户, 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方投稿链接。